中国古代针对女子的五行有多恐怖,这重刑罚能剥夺怀孕功能?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自从封建社会建立以来,律法都是每朝每代成立和发展中最重要的话题。 随着律法和刑法的发展,针对不同的违法者,逐渐有了特殊的处罚方式,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灵池,把犯人用刀割碎,让其痛苦而死。 腰斩,将犯人拦腰斩断,让他慢慢流血而死,车裂,即是我们熟知的五马分尸等等。 针对女性,古代也有特殊的刑法,其中比较严厉的就是所谓的五行,那么它们分别是什么呢? 形冲,是一种很常用的针对女性的刑法,它先是要对犯罪女性施以情,一等刑法,所谓情形,就是古代常用的对罪犯刺字的处罚,一般先把要刺的字刻上被罚者的脸颊,然后用莫等染上颜色。 而异刑,根据她的字形就很容易理解,就是指的割掉刑犯的鼻子。 在除以情,异刑以后,受刑冲的女性还要被发配到军营,终日在受处罚地晒骨,冲女,所谓冲女。 就是很多农家人熟悉的打骨子,指的就是把刀骨放容器里击打,分离骨壳的活动,这对于女性来说还是很劳累的,从而达到了宠罚的目的。 攒刑,官府逼供时常用的刑罚,相信很多人在电视剧里都看到过这种刑罚,他就是把犯人的手指放进制作好的家具中,然后由人在两边拉扯,食指连心,受刑之人会感觉到钻心的疼痛,难以忍耐,从而达到严刑逼供的目的。 受此刑罚的女性常常在结束处罚后,食指红肿,苦不堪言,更有慎者,可能会在受刑过程中,因过度疼痛而昏厥。 杖刑,说到杖刑,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,他也是不少影视剧中常常会出现的刑罚,指的就是用木杖击打受刑者的臀部和腰部,虽然臀部肉厚,但是因为刑具很重,刑刑之人常常不怎么用力,就能让受刑者感到钻心剧痛。 而对于特指女性的五行中的杖刑,刑罚要求则更为严苛,他要求受刑者必须脱掉衣服受刑,对于从小羞耻心比较重的女性而言,这是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,因此受这个刑罚的女性常常会因为觉得受到了精神侮辱,而在刑刑前选择自杀,赐死,赐死就很好理解了,这种刑罚常常会尊重受刑者的意愿,受赐死的犯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, 由赐死者提供白铃、毒酒、绳子、匕首或者常见等物品,受赐死的犯人自己选择,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,对于妇女而言,赐死多指的是赐白铃,因此受赐死的妇女大多选择自一而亡。 优弊,这种刑罚我们可能很少接触到,它是一种针对妇女实行的攻刑,和真正的攻刑不同,优弊出现的时间比较晚。 一般是用来处罚通奸、奸淫的妇女,它指的是用木棒使劲击打妇女的腹部,令其子宫出血,人为导致妇女不孕不遇,一般行刑时间会持续很久,罪犯会长时间保持抑制,因此会长时间感受剧痛,且会对妇女今后生活造成影响,因此算得上五行中比较让人难以接受的刑罚。 实际上,在中国古代,对于妇女行刑的例子并不多,中国古代的妇女大部分依附于自己的丈夫,因此妇女犯罪,常常会让丈夫代替其受过,就算因为罪大恶极,受了杖刑或者斩刑等伤及皮肉的刑罚,也常常会得到刑刑者的优待,不会太过用力。 至于优弊等刑罚,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很少会真正运用到实际处罚中,这也算是对女子的特殊对待吧。 弓刑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阴刑,中国古代历史上五行之一,最早的时候出现在商朝,同时此行还是最残酷的一种,因为它不仅是对受刑人身体的伤害,同时还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。 今天只说对女性的惩罚,当然了虽然这个惩罚非常的残忍,但是女性只有犯了奸淫之罪才会遭受此行,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在史书上并没有被提到,但是却一直存在。 第一种最简单的,就是擒木驴,这个想必很多人都知道,也听说过,这种的先不说对人体造成的破坏,能够活下来都是不容易,基本女子都会当场死亡。 第二种名字叫做幽闭,用棍棒猛击女子腹部,使其丧失生育能力,这种算是阴形的所有惩罚中比较轻的一种。 第三种,缝住女子下半身,或者是挖去,这种一般官方不会使用,但是史书记载中不少丝刑是这样的,因为古代如果女子做出不轨之事,官府是默许百姓动丝刑的,所以惩罚手段是非常多的。 而且都很残忍。 第四种,霹雳车,据记载,这东西相当于是一个发射利器的机关,专门用针射像被惩罚人各种部位,但不致死,但令对方痛不欲生。 第五种,破身,有狱卒或者女人施行此刑,基本都是直接拿木棍倒入,达到破身的目的。 这样的女子虽然不至于死亡,但是一辈子也就完了。 这些刑罚仅仅是冰山一角,纵观历史比这些更狠的数不胜数,但是女子,如果犯了大错之道即将遭受这些惩罚,基本都会想方设法地自尽,为自己留下最后一份颜面。 因为即使侥幸活了下来,在古代的社会也是无法生活下去的。 官府惩罚犯人主要是用五行集废、废、公、义、大屁、末。 由于这五种刑罚主要是对人身体的摧残,因此他们又被称为肉刑。 废刑,主要分为两类,一类是将人的双脚砍去,失去双脚的人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渡过了。 另外一类是挖去人的膝盖骨,虽然保留了双腿,但以无行走能力挖去膝盖骨的废刑在春秋战国的秦、齐、鲁、正、楚、魏等国比较常见,尤其是齐国。 当时齐国受此刑的犯人众多,假之需求量大,以至于导致齐国出现鞋子价格便宜而涌,假之,价格昂贵的奇葩现象。 战国时期齐国军世家孙并兵法,作者孙并就曾被同窗旁涓,为国名叫,迫害遭受病刑,废刑的一种,而落下终身残疾。 弓刑,顾名思义就是破坏男人和女人的生育机能,主要是为了惩罚古代不正当的男女关系,古代流行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。 如果遭受弓刑意味着没有了传宗接代的能力,这即会使肉体遭受巨大痛苦,也会让内心蒙受羞耻,因此有人称弓刑是彼此还要难受的最耻辱的惩罚。 西汉武帝时期,著名史学家,史记,作者司马迁就曾为非将军李广长孙李林辩护,结果惹怒了汉武帝刘彻,导致被处以弓刑的处罚,司马迁遭受弓刑之后感叹道,我所遭受的耻辱没有比弓刑再大的了。 异刑,从异字的构成上,我们也能看出,这种刑罚是把人的鼻子削去,众所周知,鼻子是用来呼吸和闻各种气味的,有人认为被削去了鼻子,呼吸和嗅觉功能就丧失了。 其实,这是一种误解,异刑只是削去的外比,只要鼻腔还在,呼吸和嗅觉功能就不会丧失,这也是古代受过异刑的人仍然能够存活下来的主要原因。 但是,没有了外比人体外观会很难看,走在大街上还会被其他人嘲笑,这对受过异刑的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。 异刑在春秋,战国和初汉时期很普遍,当时因犯罪而被割掉鼻子的人有很多,以至于秦朝时因为秦的暴政,数以万计的人被削去了鼻子,甚至部分人都产生了没有鼻子是很正常的心理错觉。 另一个较为著名的例子当属商样变法时期,太子太父公子钱因太子犯法替太子受刑,从而被挖去鼻梁,形象受辱的公子钱此后八年未出过家门,这也激化了他与商样之间的矛盾。 后来支持商样变法的秦孝公死后,秦惠文王继位,公子钱趁机报复商样,最后商样被车裂而死。 大屁,也就是砍头即死刑,是最严重的刑罚,除了大屁外的其余四种肉刑虽然是对人体的残酷摧残,很痛苦,很折磨人,但毕竟生命还在,而大屁直接夺人性命,在周代大屁就有斩,杀,薄,焚,孤折,嘎,薄,薄,沁,沁,等七种方式。 令人毛骨悚然,墨刑,也就是在罪犯脸上刺字,并且涂上墨炭,使人无法清洗掉,成为犯过罪行的永久印记,相对其他肉刑,墨刑算是比较轻的,一般不会造成生命危险,除非刺字的伤口发生感染。 但是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由于脸上被刻上了象征着犯罪的字,这对施以墨刑的人造成了精神羞辱,成为踏踏一生永远抹不去的污点。 刘邦手下汉江英部早年因触犯秦朝法律被处以莫行的处罚,脸上被刻上了字,不过他属于比较乐观的一种人,如果换作其他人脸上刻了字内心,很可能会自卑。 而英部则自信地走在大街上,还疯人就说,有人给我看过像,告诉我受刑后可称亡。 巧合的是,英部最终辅佐刘邦夺取了江山,建立大汉王朝,自己也被封为淮南王。 除了英部之外,宋朝108丹将中的宋江,林冲,武松,杨志,代宗都因犯罪而脸上被刺上了两行金印。